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间是针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来加以分析 特别是国内大家所关注的新闻教理议题 从英文的这个文章 那么一方面呢 培养我们的这个英文的阅读能力 再方面更能够掌握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 以及世界的一个整个趋势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新闻英语解析的标题是 Delta Coffee variant gives right to breakthrough cases 2021 August 4th 好看到这个标题让我们不见得要心生警惕 虽然我们国内的这个疫情已经逐渐逐渐趋缓 但是整个现在国际之间 受到这个Delta病毒的这个肆虐还是不断不断的 这个蔓延是非常可怕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么Delta Coffee variant 那variant的这个是我们以前说过很多事件 尤其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话 我们说过它第一个呢是形容词 也可以当名词 好那形容词当然是易变的 很容易变来变去的 那名词当然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叫变种 非常可怕变种 那么 never give right to 这是一个很好的评语 give right to就是导致 就是我们讲的离去 导致什么事情的发生 或我们叫做这个resorting 或者我们叫做bring about 这些都叫做导致 我们在写英文作文或者是翻译的时候 经常用到什么事情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Delta Coffee variant give right to blackthrough blackthrough这个字名词叫突破 突破 本来这个突破是好的方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学习上的突破 或者一些工作上的突破 遇到什么瓶颈突破了 那是一种新的进展 但是如果是就这个Delta病毒来讲 我们有一句古话说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怎么样的防护呢 总是会有一些这个 又不断的演化出来新的这个病毒的变种 而突破了现在目前的防护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使得情况越来越糟了 突破 broadthrough case 一种突破性的一种案例 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加以深入的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Olo Coffee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这个字是名词本来叫做传 传播的意思 或者传输 运输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传染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传染 这个Coffee Olo Coffee Transmission 这种传染 It's slowing down 那么这个用进行式就是逐渐逐渐慢慢慢慢的下降 在台湾 在台湾 所以我们慢慢逐渐的从这个三级转到二级了 但是呢 我们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就是降级但是还是不解封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非常注意的 特别是一定要还是要戴这个Well Masked 口罩非常重要 那么 The Global 全球的这个Spray Spray是蔓延开来 分布开来 这个字可以当名字可以当动词 那么蔓延开来对什么呢 of a Delta variant 对这个Delta变种的这个病毒 Is picking up 又是一个非常好评 Pick up 这个往上提 就把东西剪一剪 学习或在等等 但是这个地方 pick up后面有一个pass pass这个叫步伐 我们走出去的步伐 卖出去的一个步伐 那什么叫增加这个步伐呢 就是加快速度 非常好 加速 整个 这个 picking up pass is picking up 正在加速 非常可怕 正在加速 特别是我们如果看西文知道 美国这样担任了不断的好几千几万个人 不断的增长 不能增长 非常可怕 这个是真的好景不长了 前 这个大概我们在这个四五月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这边刚好 开始蔓延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 开始 可以说是因为施打疫苗的人数多了 结果他们的这个开始解封 开始慢慢的这个去向 比较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 结果没想到 现在我们这边开始和缓 那边又开始起来 所以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所以picking uppass 根据台湾expert 专家这个字我们 在这个 上次那个讲到有关于这个 110年的这个指考的题目里面 翻译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专家expert 所以这个字一定要背的 那么根据 according to a Taiwan expert 专家的这个 根据专家的说法呢 30% of the last week 那么上个礼拜的这个新的casus病毒 in the US 美国有30% 30% 那么world people 都是一些人什么人 who had already 已经呢 received 得到的 我们叫get 过去是叫got 得到了one vaccine dose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 一剂两剂的剂 就是一药一剂 都已经施打过 vaccine 就是这个字也非常重要 这次 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要考 学策的同学特别注意 这个字非常重要 叫疫苗 这每天都在提的 就不用多说了 很可能很可能会考出来 什么传染病啊 这个疫苗等等 这些 要特别注意 那施打也要特别注意 接种接种 receive 接种 接种啊 当然 这很多字原来的意思呢 到这个医学上 它又翻译成不同的意思 本来就要得到这个地方 接种过一剂疫苗 叫one vaccine dose least so-called 这所谓的so-called breakthrough 那么所谓的突破性的 infection 这个字 这个也是很重要 faction就是传染 非常恐怖 infection 这个字也是一定要背的 infection infections 那么 这个所谓的传染 突破性的 传染呢 那么 shaping up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 pin shaping up 就形成了 那有点像我们讲的form 形成 那么to be 而成为这个 to be 成为世界的 next big test 更大的一个考验 测试 考验 in the pag 这个pandemic pandemic 也是这个所谓 名词叫传染病 直接就是一个医学名词 传染 病 这个叫做 pandemic pandemic 这是这个字 pandemic infection infection 或者是vaccine 这个词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要考大学 学生同学 特别注意 pandemic 那么expert said 那么这个专家说 台湾shu 台湾应该怎么样呢 monitor 这个monitor 很多人念monitor 应该是monitor 才对 monitor 你看这个 i发呃的音 那么在清洁发 这个呃 所以monitor monitor 就是所谓监控 监督 监督 监控 或监督 那么他有一个字跟他很像的就是 overseed 什么叫overseed over是上面 在上面 眼睛盯着你的 overseed 盯着你在看 监视或监控 或者是 super super supervise supervise overseed overseed 也是监控的意思 啊 那么监控他的这个boulder boulder就是所谓的边缘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指什么 边境 啊 我们的边境 我们的这个整个台湾的边境 也是外部要进来我们台湾的特别特别 对 尤其是 现在目前在很多地方有delta病毒 肆虐的这些国家 进来说我们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啊 真的非常小心啊 那么没有办法进得起再一次的这种 啊 像 五月份的这种 五六月 七月这种 铺天盖地这种病毒的传染 再一次 而且delta之后 这次进来的话是delta 非常可怕 上次英国病毒进来都已经 搞了好几个月 如果这个进来的话 会不会搞过年底啊 非常恐怖 所以我们一定得要非常非常 very very careful 好 所以呢 这个严加管控他的边境 to delay delay也叫做延迟 延迟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有时候火车会delay 或者什么会delay 大家都知道 那么延迟 可是他不是用stop 严格管控边境来延迟 延迟是不是意味着 只是把时间拖长 未来也有可能会进来 所以这个他用的是delay这个字 非常可怕 也就是会不会摆密而有一书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但是我们这 那这我们这 这个做这个有什么功能 他竟然都会进来 这我们尽量的把他这个 严控 严格管制 然后尽量延后 那延后到什么 我们国内的这个 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 能够越来越多 的话 即使纵然不小心 或怎么样的话 也能够防范于未然 所以他用的是delay这个字 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是stop 那么 the onslaught 那个 onslaught叫做攻击 名词攻击 那么没有一些字呢 像attack attack attack 或者是assault ass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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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这个offence or 那么有很多相关字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 攻击 oncelot 那么延时这个攻击 什么攻击呢 delta variant 变种病毒的攻击 把他延 一直延迟延迟 当然竟然能够堵绝了 绝对不让他进来 那么 好 in the heat heat 就是hat 那个字的一个名词 叫热度 在这个热度 什么热 在夏天的 炎热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几天 刚好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 比较cool 比较凉爽一点 那么 这个 当然如果是 这个台风一过 可能又造成 这个夏天 炎热的情况 又开始发生 the heat 那么 it's easy 非常容易的 什么是什么样的 to want to 那么去breast breast 这个地方 动词叫炸开 把什么东西给炸开 或者爆炸的意思 breast 那么 ac ac是什么 就是air condition conditioning condition 什么叫air conditioning 就是空调 那什么叫炸开空调呢 不是把它爆 这打开的意思 breast 这个是打开 打开 那这个是用的很猛烈 就是全开的意思 大家猛烈的去开 开 开这个ac 这个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 不管是 大卖场 或者是很多的 这个保育公司 等等 或者自家 或者是很多聚会场所 等等之类的 很容易一定会把这个ac 叫air conditioning 打开了 纷纷打开 and spend 度过了all day 一整天的 indoor室内 因为外面很热嘛 全部跑到室内去吹冷气了 endure endorse 那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but asper 专家 非常恐怖的 warned 他就警告了 pooley 啊 这个 ventilate vent ventilate 这变成行动词 本来是ventilate 本来是ventilate 那么加了d 变成行动词 那原来这个字是动词 vent ventilate ventilate是通风 使通风 使能够通风 使室内能够通风 空气能够循环 室内的空气能够ventilate 那么变成行动词 叫做 可以通风的房间 就是窗都打开来 可以通风 当然你吹冷气的话 一定是把 这个窗户什么门窗都关紧的嘛 所以这个已经造成通风不了 所以说pooley pooley是不好的 啊 很很很差的这个 啊 ventilated ventilated room 这种通风不了的房间呢 可能会是一个 哦 up-baked 温床 酝酿的温床 啊 什么是温床呢 for covid transmission 啊 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 所谓的 传染病的一个温床 那么with the Delta 由于这个Delta variant 病毒的这个 spreading 那么它传播的速度 是相当的快速 onexpercent 那么有一个专家说呢 那么 30% of the last week 上个礼拜的 几乎30%的这个案例呢 在英国 在美国 都 这些得到的人 哦 30% 那么had already 都已经接种过 一剂的 啊 vaccine dose 啊 疫苗 那很多人就直接 奇怪 不打了疫苗怎么还 又得起 美国的覆盖率 是比我们高很多很多 目前你看我们 经历这么久 从那个 啊 疫苗纷纷进来 一直打 打到现在目前好像 记得这个新闻 最新好像是30多%而已 30多% 而且这个30多% 是 里面 很多是还没达到第二剂的 还没达到第二剂 所以这个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他 那你觉得 那这样的话 他打这个疫苗有什么呢 这个很 啊 这个 这个在报导里面 有很多 那么 虽然得到 但是呢 都是轻症 不至于重症 所以不管怎么样 疫苗的施打 还是非常重要 还是非常重要 至少能够 保护出我们的 这个不至于呢 啊 病危 非常可怕的事情 啊 重症 所以 he believes that 他相信呢 these are cases 这就是这些案例 什么案例呢 啊 啊 找个这个字很重要 air air 手 那么air 手 这个叫做 这个是一个现在 非常夯的一个叫气溶胶 气溶胶 啊 这也是一个 啊 非常 special的医学名词 就最近的air 这air 手 air 手 这个有点像空气 空气中的这个凝聚 这个气溶胶 稍微查了一下 它好像是说 这个我们喷出来 这个气体里面 有一些 比较大的颗粒 可能会往下降 比较小的 它变成会变成 悬浮微粒 悬浮微粒 它漂浮在空中里面呢 它 啊 大概至少可以停留到 二十几分钟 甚至听说还有人 还停留到 半小时以上 就那个气溶胶 很小的悬浮微粒 那它这个可以 它停留不在时间久 而且可以传达到六公尺 非常可怕 那如果说这个病毒 就在这个气溶胶里面 靠着这样传达的话呢 那Delta的话 那吓死人了 所以这个就 最近人讲非常恐怖的 Air 手 气溶胶的一个传播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Delta说 形成这种传播 就是气溶胶 气溶胶 那么 In close 这个In close 被圈起来的 那么这个叫密闭 密闭 那当然是一个形容词 密闭式的 形容词 密闭式的房间里面 最容易产生这种 气溶胶的传播 这个气溶胶 有人形容说 就像我们这个 到一个地方去 那个香烟的味道 久久未能散去 一进去 还闻到 刚刚有人抽过香烟 这个一进去就闻得到 所以这个气溶胶原理 可以悬浮在那个地方 让你不自觉的 就感染 非常可怕 所以这整个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新闻也提醒了大家 虽然现在防疫 慢慢的 这个比较 这个减缓了 但是也不要忘了 整个全世界 是一个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别的地方 我们不要幸灾的 因为呢 这个随时有可能 会传染到我 所以我们还是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 以呢 这个大家能够过个非常 正常快乐的生活 好 今天的新闻解析就到此 也希望今天的整个影片呢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受到我们 最新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 新闻音语解析见面 谢谢